今天他們兩位先進去做個介紹 其實今天的活動 他今天的演講是一個特別的主題 四個字可能這麼多也都經歷過 就是甜酸苦辣 大家都知道 今天這個甜酸苦辣是跟另一道有關的 那朱古力和會計究竟 有些什麼可以跟甜酸苦辣有關的話 我也想將以下時間交給他們 但是在這個時候 其實也有很多特別的東西想說一下 好像冰影那樣 金正傳 Polskum 他裡面都說了一句 人生就像朱古力那樣 吃到最後一粒 都是不知道什麼味道的 所以 我想將以下的時間 借各位的掌聲交給阿平 很感謝Mommy的講解 在大家的座位上 其實我也放了朱古力在這裡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主席就說了一集叫大家不要吃 現在都沒有吃 慢慢來 慢慢來 一口而已 是不是呢 朱古力很簡單 你會發現 你看看左右 他們的朱古力也不是一樣的 每天每天 今天都只會嘗到其中一種味 所以 今天我們的主題叫做甜酸苦辣 而這四種朱古力 分別代表了甜酸苦辣 當然他們都是甜酸苦辣 我給15秒至20秒的時間 你們去品嘗朱古力 吃了不要再問我 再拿一個了 先吃 現在可以吃了 現在可以吃 慢慢吃 慢慢吃 很多時候大家平時都會 來自朱古力的原生味道 所以我很希望你們可以品嘗一下 甜味好像很普通 但是這一種的甜味的朱古力 有什麼特別呢 他們是 比利時最出名的 朱古力 還有什麼 Fill 還有呢 都是吃的 講吃的 是什麼 是 通解到有的 啤酒 有沒有吃得出 那種甜味的朱古力 我個人吃了甜味的那種 其實是啤酒味的朱古力 還有少量 之後才好出來 再吃一下 還有就是 酸味的朱古力 酸味的朱古力 在香港也甚少有的 原因就是 其實 喜歡吃朱古力 大部份都是因為它甜 或者是朱古力的 比較複雜的味道 所以酸的朱古力 其實是甚少的 最後剩下辣味 辣味 辣味 有什麼特別呢 這種辣味 它的特別之處 就是當你吃了之後 你會在口腔那裡 感覺到它有些 很辣 或者有很多很重的胡椒味 你會慢慢感受到 它在喉嚨上升上來 有沒有感受到 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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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口水比較多 都不要緊 想試的 還有剩 不過都是之後才 那麼好了 甜酸苦辣 我會覺得好像人生的一樣 都是我們每個人都會面對的事 尤其是我們剛剛創業了 不是很久的了 都發覺 究竟 我們的生意上面 都會不會經歷 甜酸苦辣呢 絕對會有 那麼我在這裡就介紹 下一位的講者 KC 那麼 我創業的時候 因為我都很喜歡吃朱古力 就發覺 朱古力可不可以變成一門生意呢 但是 好吃的東西 或者你煮的東西好吃 跟你做一門飲食的生意 或者你最熟悉的那門生意 會不會呢 在做之前 是不是應該 計算一下數字 那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了 這件事交回給KC 讓KC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另外一種的甜酸苦辣 有請KC 好嗎 有請 其實跟Pack聊天的時候 第一件事 你的朱古力 我也很搶食 我不知道哪位認識過 還有吃 謝謝 實際上 講開了 我們做護計師做了很久 見很多公司生生死死 很多時候 很少人會 因為喜歡吃東西 而開一間酒樓 我想大部分都很喜歡吃東西 不會開一間酒樓 但開不開一間酒樓 就決定不是肯定你喜歡不喜歡的東西 很多時候就是 很多很多細節的東西 例如吃朱古力 第一件事 通常創業 我相信第一件事 一定是覺得它好 等於吃朱古力 你一定是吃到甜 或是感覺甜 你才會 有利潤 你才會開公司 但這是第一步 很多時候都是 第一步是覺得有得做 才做 但這個第一步 很多時候都是一個行政 因為甜的結果就很大件事 是的 接著呢 接著是酸的 為甚麼會新酸 還是甚麼酸 通常創業 就一定是為了利潤 新酸 所以很多時候 一開始慢慢做慢慢做 就開始覺得大鑊 糟了 原來不是開始想那麼好的 甜就甜 但整整一下保存地 開始有很多困難在面對 這些呢 很多故事 很多故事 我們估計師見到很多人 就是因為甜 或者利潤而開口 但結果都是 慘難收場 哈哈哈 所以不是有苦嗎 實際我會覺得這樣的 苦中作脈很重要 實際當你面對 好像吃黑朱古力 這個座座 各位人吃過黑朱古力 哪位吃過最苦的黑朱古力 你有沒有第一種感覺 想馬上拿出來 不會 不會 有 好嗎 我很喜歡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立即有感受了 是的 我就想說話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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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多時候呢 就是創業的過程 都會吃黑朱古力 就是會第一件事 有苦 但因為這樣 我通常答案 會馬上吐 馬上吐那一刻 就是等於你放棄 很多時候吃朱古力 都是跟做生意一樣的 有時候面對引起這種困難的時候 第一件事是堅持先 先吃下 先吞下肚子 才有回甘的口味 絕對是 然後辣 辣你又會怎樣形容 辣 這個就很特別了 辣就看你那個人 夠不夠硬正 可以這麼說 苦很多時候有部分人 捱得到 但是硬不硬正 堅不堅持得到 還有你有沒有技巧地 去繼續經營呢 因為有時候你得股衝勁 死頂都不是好事 因為死頂 好門生意是無法做 無法做 或者你竟然得不好就不好 那你是需要面對的 還有需要找諸人士幫忙 就是無論如何 為哪一家都安的 因為有七十幾個不同行業的人 還有七十幾個故事 每個人都是創 因為我相信大部分都是老闆 一定有自己的故事 而整個故事一定很清楚 因為我們見過有一個人做到 我曾經有個案 是那個國內人 我認識他的時候 大約只有三十多人 他最高峰是差不多 我最近二千人 在短短兩年間 增長去到二千人很厲害 但亦都很快 我想一個星期左右 他整間廠都收拾了 我給他一個很特別的感覺 因為我看著他 真是看著他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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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會跌得好像跳崖 還會跌下去 所以我形容 人生就像朱古力一樣的 甜鮮苦辣菇有 不過最重要是 吃之前或是創業之前 最重要是有甜鮮苦辣的準備 當你有準備 你明白了 只是不一定是甜的 真的可能是甜鮮苦辣 有些人先苦後傑 有些人先陳後苦 至於你想怎樣 就決定你有沒有人幫忙 還有你夠不夠延遲 說這件事我有一個即時的故事想分享 這也不是故事是我自己的親身經歷 剛才張磊明說了 我之前是做些甚麼呢 說了一個日本的糖尿病的健康品代理 這次絕對是很糟糕的 很簡單 說一些數據的東西 或者可能在座有些人都會知道 香港人touch with 講一句 七個裏面有一個有糖尿病 計算數很棒 整個米人的生意都可以做 但是剪掉了一些先天 剪掉了一些已經吃藥 剪掉了一些可以打針 剩下的那些說 醫生建議你去 煮著你下飲食 做運動 就可以減輕 糟糕了 糟糕了 產品拿回來 這些人去哪裡找呢 沒有登記 沒有什麼 醫生不會有這些數據 醫生有都不會給你 好了 出事 又沒有找 計師去計算數 那怎麼辦呢 絕對是好一點 幸好的是 在一次機緣巧合之下 出去做rollshow的時候 看到另一門爭議 我發覺 為甚麼這麼厲害 看著他的錢都會倒水地進來 就是賣糖果 賣糖果 不是賣朱古力 賣糖果 我發覺 都好像很棒 能嘗到甜豆 這個真的能嘗到甜豆 因為我們就這樣跟另外一個人 去買他的貨 來推出去市場買 超好的利益 但是 也都好像KC所說 做做一下 發覺不行 想做好一點 又拿多一些cost 做好一點 又拿多一些cost 然後發覺 原來所有東西 在香港的代理那裏 拿一些朱古力產品回來做 成本是超貴 那好了 怎樣做呢 不如自己膽粗粗 上網找資料 直接去比利時那裏 直接找索成 過價錢 講一講 差天共地 為甚麼我的心願 就是想成為一個朱古力達人 因為在我做生意的角度 我之前做過另外幾門生意 都會發覺 都是一股衝擊 沒甚麼怎樣去計算 還有這門生意 fit不fit 你呢 就好像我最後所說 形神合一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 可能我一站出來 我告訴你 阿Pak 我做朱古力 那個feel 有沒有OK 我們通常不講feel 我告訴你 好嗎 真的 壞東西不配合 這些東西真的 這些要大家再 再dancing多一點去配合 我意思就是 我這個人 或者是我做的事 和我現在的happy 這個新朋友 跟你match 因為有些東西你不match 我發覺就是 真是做不來的 你怎樣努力都做不來的 所以我發覺 自己創業過多次 打了這麼多年功 來到我手上 朱古力這件事 是跟我match 所以 這個直接的 個案分享 所以我才覺得 我應該要更加努力 成為這個朱古力大人 你不要說 我是不是一走過來 我就劈我做朱古力 可能看到我 應該可以 這個人應該是做一些甜點的事 不過 我見不少了 我可以直接說 有時候 他講形神合 很多時候都有 有味道就有味道 至於什麼味道 有甜酸吻吻 reduce 我不夠說 Do some people 走一個口 一走間 一走到 vorne Kit到那 nave 很 regenerate 很抗實 那至於他 有沒有傳味 只是壞吻式 你比較會 就要別說 就要他叫我 做朱古力 不要理我 我們今天的分享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